在这个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呢 习近平的专机是已经抵达了我现在所在的旧金山国际机场 那么刚刚稍早之前在几分钟之前呢 我们看到习近平是走下专机呢 而且是从在场的来现场迎接的美方官员是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交谈 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到现场迎接的美方官员就包括了美国财长耶伦 以及加州州长纽森 另外呢也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博恩斯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以及香港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双方的官员都是到现场迎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 其实在10月底的加州州长纽森是刚刚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而且访问期间他在北京的时候呢 也受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 所以这一次呢美国的作为东道主要是派出了加州州长 以及美国财长耶伦共同到现场迎接 也是体现出美方对于这次习近平到访美国的一个高度的重视 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啊 那习近平在今天抵达之后呢 未来暂时没有公开的这个行程安排 但是在明天15号当地时间的15号 从上午开始呢就将会在这个距离旧金山市区 大约是三四十分钟车程的一处庄园 那叫做费罗利花园 同美国总统拜登会举行一个双边的会晤 包括我们今天在现场也看到 其实除了中美双方的媒体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媒体 包括日本媒体也是来到了现场 来报道这个习近平的抵达 也可以看出啊 中美元首会晤 其实它的意义确实是超越了双边 对于全球的国际关系呢 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那么未来一天呢 我们也会在这个旧金山的现场 带您近距离的观察 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情况 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的巨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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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你能力点吗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